大家先别忙了 先去吃饭吧 海灯姐 走 吃饭去 你先去吧 好吧 给组长大人请安了 怎么样 答案到什么没有 不知道算不算 你快点说啊 胭脂是我爹年少时爱过的人 跟你爹应该没什么关系 那你有没有问你爹 认不认识顾顺琪这个人 不认识 排位上的时间 我估计是个巧合 尚师傅那边 你打探到什么没有啊 尚师傅只说胭脂离开了郎府 后面的事就不肯再说了 这么奇怪啊 什么奇怪 我爹也是 说到胭脂离开我们家 就不愿意再往下说了 我看尚师傅的样子 总觉得这其中有故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 你看看 能不能再向你爹打听一下 尚师傅那边 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本来呢 还想问问我娘呢 但是我一想啊 这种事问我娘不太合适 万一把她的伤疤给接起来 我怕她难过 是啊 没有人愿意提自己伤心的事情 所以啊 我这两天在家里 把上上下下所有的丫鬟全问了一遍 那你问到什么了 胭脂出了府以后就嫁人了 好像是搬到城郊的桂花巷去住了 再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桂花巷 那咱们应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 说不定能查到什么 你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我是来接你的 走 现在啊 大少爷 少爷 事情解决了 没想到 世家真的把船位让给我们了 这下好了 真的简然没至极了 太好了 总算是解决了 对了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爹啊 他们俩素来不合 要是告诉他的话 我们俩肯定挨骂 我明白 走吧 走 老爷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老家呀 你看啊 老家现在原材料还没进来 我们何不趁着机会 把老家一下就打分在地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用着急 现在少了个新巧 在朗家 就少了一颗重要的棋子 要实施我的大计划 还需要精密的布局啊 也许这个朗月明 就是个切入口 你也不清楚 我真的不认识 大名 您好 您知道以前有一位 叫胭脂的女人住在这儿吗 我不清楚 没有人知道她吗 你们要不去那边打听一下吧 我不知道 走吧 就去那边 我去前面问一下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你去前面问一下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好吧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咱明天再来问问 总能找到线索 可能这个胭脂 跟我爹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不过还是不甘心 只要能找到一点线索 我都不想放弃 我陪着你 只要你不想放弃 我就陪你一直查下去 行了 今天也找了半天了 咱们先回去 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 能解决的 你放心 一个线索我都不会放过的 对了 心巧明天就要离开昆阳了 我想给她送一点盘缠过去 她都那么对你了 也还对她这么善良 比你善良那么一点点吧 你还有脸见我 你还有脸见我 你搞砸了 你搞砸了我的大事 还把我给供出来 你还敢来找我 我真的尽力了 你吩咐我的事 我可当作天大的事来办的呀 你尽心尽力了吗 你尽心尽力了吗 那我为什么还会被关进去啊 世行路损失惨重 你知不知道 当初 如果你把红燕的新配方拿到手 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吧 我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啊 你这怎么能全怪我呢 世老板 您大人有大量 求你放过我爹吧 给我们安家费 我发誓 我保证原则高飞 我见面就再也不会亏杨了 求求你帮帮我 我世老板 求求你帮帮我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 你再给我胡言乱语的话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滚 混蛋 是金舟 我恨你 我离心强这一辈子 就这么被毁了 我怎么办 老爹 求你帮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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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也许还有一个人能帮我 龙小姐 站住 龙小姐 没事儿 你来找我干吗 小玉 你先回去吧 小姐 没事吧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 是 你找我什么事啊 龙小姐 我求求你 求求你救心巧一命吧 你这是在干吗 自作自受 我可帮不了 明早 明早 明早我就会嫁人离开昆阳了 我需要很多的钱 那要怎么样 你当我是冤大头啊 你可别忘了 咱俩可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是冤大头啊 我是冤大头啊 艺蚱蚱 是冤大头啊 是冤大头啊 你还想起来 你去冤大头啊 你先不想走 你去冤大头啊 你去冤大头啊 行吗 我冤大头啊 你只要把钱送过来 我保证 我把这个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的 你 龙小姐请三思 明天下午 我在火车站等您 怎么办 怎么办 再上 新巧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我当然会来 任何且能解决的事 我都能满足你 给 不用点了 这里面的钱 足够抵得上你的人品 在我看来 你也就是这么点钱 龙小姐 大可不必五十步 消一百步 说到人品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你别在这儿信口思黄 我龙墨画 怎么能跟你这种人 相提并论呢 背地里出卖朋友 龙小姐 你就别假扮情高了 别胡说八道 给易小姐残赐化妆品的事 明明是你指使的 我只不过换了个粉盒罢了 你不要以为你抓到了把柄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胡说 易小姐换毒粉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恶作剧的话 那你的好朋友海棠坐牢 你却为了自保 闭口不言 如果当初你承认的话 他还会蒙受不白之冤 差一点送命吗 我俩都是一丘之合 谁都别笑话谁 你别张口好朋友 闭口好朋友的 顾海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朋友 拿着你的钱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不只不变了 在本宜的那里面 我改变了 我改变了 不散了 我改变了 这个人 你始写的 你始写的 员下 是你换了内核有问题的份 在我坐牢的时候 你选择沉默自保 看着我受冤屈 我刚刚还听到 你说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好朋友 这些都是真的吗 够了 你不要再装了 也不要总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无辜的样子 我看着恶心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不是 根本就不是 我早就开始讨厌你 我讨厌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讨厌你无论做什么都比我优秀 我更讨厌你抢走了月轩 我看着你在牢里受苦 我比什么都开心 魔花 我一直以为 咱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我的真心 换来的都是你的怨恨 你现在明白了 也好 索性来个痛快 从现在起 我龙默化再也不是你的朋友 我还要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放弃月轩的 你等着瞧吧 魔花 谢谢你的坦诚 你心里面怎么想的 我现在全都明白了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 对于爱情 这一次 我同样不会放弃 可 operations 可是你们不要跟身体 不处放弃月轩 你这儿好是七个人 真是黄乱 你真是黄书 们都开始吵枱了 故海棠 你由淡地 你回来了 你哭了 胭脂的事情 有线索了吗 只查到了 他后来嫁的人叫 方俊才 别的暂时没有查到 你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你有心事呢 我现在才明白 被最亲的人不信任 有多难 是一件多么难过的事情 你今儿怎么了 你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这就是人生啊 人生就是在这种 一次次的磨难 和这种委屈误会之间度过 之所以这样 人才能变得更加强大 等你变强大 你在遇到大问题的时候 自然就变成了小问题 遇到小问题的时候 自然就变成了没问题 对不对 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所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都能轻松地面对 我是谁啊 我是谁啊 那个 这是什么 没什么 你给我看看 这是我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当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好了 别想这个了 别挑了 海棠不会来了 莫华 我知道你是 这狼里春的代言人 非我莫属 不是 你先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是这样的 这次呢 是专门给海棠胭脂 拍摄海报宣传 所以呢 海棠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海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可以改名叫海棠 我现在一名就叫海棠 不是 龙博华 你太不讲理了 月明哥 我错了 我刚刚说话太着急了 你别生我气啊 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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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说吧 我跟海棠闹掰了 你不是天天跟谁都闹掰吗 这回不一样 我对海棠说了特别重特别重的话 他肯定不愿意再理我了 要是没有月轩 其实我还挺愿意跟海棠 当好姐妹的 也是 这两天 他们成天黏在一块 形影不理 这下可好了 海棠根本连姐妹情意都不用过 跟月轩在一起 岂不是分分钟的事啊 龙莫花 龙莫花 你怎么这么笨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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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现在海棠也来不了 这海报 就你来拍吧 来 给我换衣服 好 姑娘们 姑娘们 我宣布 第一批海棠胭脂 终于完工了 好 太好了 financier 告一公 Если 你怎么这么开心 你怎么这么开心 帮我 万 kamp 数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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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ager 万二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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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conteces哪儿啊 怎么样 喜欢吗 什么意思啊 为你买的 月明 海棠 你先说 嫁给我 虽然说 现在这样有点唐突 但是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你放心 我会用尽我一辈子来爱你 哪怕为你去死 月明 你不用对我那么好 我也不希望你为我去死 其实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一个 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你是喜欢月轩对不对 对 我喜欢月轩 一直以来都是 对不起月明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月轩 你怎么在这儿 你去哪儿了 我 月明 他跟我求婚了 什么 你怎么回答他的 你猜 我 我猜什么猜 我问你呢 你怎么回答他的 不是 我跟你说 反正 反正你 反正你什么 你跟我什么 没什么 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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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生气了 真生气了 我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我 你怎么回答 我 我 他跟我求婚了 没什么 月轩 真生气了 姐 发什么呆呢 好于真没见到月轩哥了 怎么 你们俩凹气啊 小孩子 别瞎猜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 当然是月轩哥转交给我的呀 那个 这是什么 没什么 怎么样 拿给我 什么 黄海棠 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没吗 我一有烦恼 就一个人来这儿 一来到这儿 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思念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线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爱你不变 不变 讨厌一个人 在不熟知情况的时候 直言不讳地 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他 通常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想着你 帮我带走生活惆怅 念着你 给了我明媚阳光 不是空中杀力 传言就散尽 害怕失去你 不想忘了 原因 思念清晰 哪有哪有哪有哪 探掠夺着谎疑 没有人安全 别动 别动 不用怕啊 眉眼如初 相思入骨 一分相思 一心相叛 一生寒暖 一间相传 明天在家休息吧 不要来上班了 你最珍贵 我的梦想 你的所有期望 想起 想起 你看我的距离 想起 困在唇边的雨 想起 你留下的背影 想你 心忘了收起 你的气息 你的气息 像着风景 好想抓紧 却是空中杀力 转眼就散尽 好害怕失去你 不想问你 不想问你 思念清醒 等掠夺着光明 没有人能处 姐 月轩哥呢 还让我 给你捎句话 他说呀 如果别人能给你一座城堡 而你们的点点滴滴 就已经可以给我建成一座宫殿 太甜了 来 如果天已耗尽 只能剩下回忆 我只愿想起你 也许 你 不生气啊 生什么气啊 那你给我这个本子 是什么意思啊 看完了 看完了有什么感触没有啊 什么感触啊 我带你看看东西 我送你的这个新衣 你看不懂是吧 好 那我现在再送你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保管好 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心愿和心意 你没有办法扔掉它 也没有办法抛掉它 它如影随形 在每个夜晚 都可以陪伴你 不管你在哪儿 这片星空送给你了 老月轩 你骗小孩呢 我没把你当小孩 这片星空真的送给你了 好 说得谁没看过星星似的 别人看的是普通的星星 而你现在看到的 是在海棠园里看到的星星 是我送给你的星星 好吧 谢谢 你就拿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么不当回事是吧 这片星空我可是看了很久的 你相信吗 每一颗星星都认识我 它们都代表了我的心愿 是 什么星愿 和你永远在一起 星星又不会说话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个心愿 海棠园的这一大片星星 就代表着我对你一个人的心愿 好吧 既然你送给我这么多的星星 那你稍带着送我点流星吧 这样我可以跟它许愿 也可以还给你 礼尚往来嘛 闭上眼 把眼闭上 快 许愿吗 你许的什么愿 跟你一样的心愿 海棠 我要带你回家 告诉所有人 我们在一起了 可是 太太还对我有成见 这个时候不合适吧 是时候了 我们的心愿 一定要实现 等会 也许愿 那边冒烟了 别管它 这 你也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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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一下 大家安静一下 我们海棠胭制啊 现在已经没有货了 请大家回去吧 过两天再来啊 大家呀 都先回去吧 下次啊 早点通知大家好不好 大家都先回去吧 先回去 老爷 太太 今天是你们的家宴 我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就合适 怎么 不喜欢 我可乐意了 来了 老爷 太太 你来干什么 娘 是我邀请海棠来的 海棠胭制的成功 也有海棠的一份功劳 海棠啊 快坐下来 加个位置 来 海棠啊 坐吧 海棠胭制的成功 你也是功不可没呀 今天的庆功宴 是专门为月轩设的 海棠胭制出师大捷 月轩的功劳最大 欢迎你回家 来 这杯爹敬你的 谢谢爹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啊 朗里春的独门配方 在我们这一辈 得到了传承和创新 现在全昆阳城里面 所有的贵族小姐 都以有一盒海棠胭制为荣 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最高的盛赞 您说的没错 那些名媛小姐全都过来找我 想要脱关系买 可我自己一直抢到了一盒 我相信 不只是昆阳的贵族小姐 现在全国各地的小姐 谁都不想落下 月轩啊 之前为了配方的事情 误会了你 对不起 爹 您能别提这事了吗 您提这事吧 我就屁股疼 好好好不提 海棠啊 我真的要敬你一杯 谢谢老爷 海棠啊 我一早就觉得你有天赋 现在海棠胭制炙手可热 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再接再厉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 让郎丽春可以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放心吧爹 我跟海棠一定会一起努力 不会让您失望的 海棠胭制大卖 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功劳 墨画和月明的宣传销售 配合得也是功不可没的 娘说得是啊 不仅这样 我刚才把工房和店铺 管理得井井有条 哥 敬你